阿伯爬這麼高,在這裡捉著捉著做甚麼 我們收到觀眾報料 說在柴灣翠灣村見到一個伯伯爬上木梯 拿著枝棍,對著樹上的木瓜起勢地捉 真是替他牙煙 我想這棵樹已經有十年了 聽過客戶有人在這裡捉木瓜 不過還是第一次見 我看見他抱著童梯,拿著竹子捉著 你猜他是捉著你做甚麼 可能我回家吃瓜 我不知道能否吃死人 危險,幾條童梯為何不危險 就算你爬樹上去捉你也危險 你會掉下來 你有沒有見過人家捉木瓜? 我沒有見過人家捉木瓜 但我捉了木瓜,有時不見了 通常是甚麼人會捉木瓜? 爸爸,見過幾次 木瓜嗎? 是 木瓜真的很像 你覺得這裡捉木瓜合不合? 也不合,因為始終是公家地方 當然不對,隨時捉物是不對的 當然不對,是公家的 一來是危險,而且這麼高 也不知道能否成值得 不知道會否犯法 有法律界人士說 翠灣村是租置物業 公用地方的財產 理論上屬於業主立案法團 而不是個別住戶或租戶 更不屬於街外人 片中白白的行為 如果他是業主 有機會抵觸大廈公契 如果是街外人 更有機會干犯杜舌嘴 大家還是不要冒險 應該明天 也會打第三吧 را機 不 sweat 這個 變成 不負地 窗壞 被